嗨,大家好,我是Terry 在2007年有一位11岁的篮球少年 不仅球技高超,身体天赋异禀 还训练态度极佳 他的打球视频被其父亲放到了网上 受到了疯狂的转发 被称作史上最强11岁篮球员 那时也引爆了各大媒体 甚至上过指标性访谈节目Illand Show 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未来必然会进入NBA 甚至有可能拿下奥运会金牌 他的名字叫Jayson Augusto 15年过去了,这名天才运动员到底去哪了 Jayson Augusto 1997年出生于西雅图市 从小跟着身为篮球教练的父亲训练 而他的训练强度则大到让人傻眼 Jayson一周七天无休 星期一到五每天完成课业之后 还要训练三个小时的运球和投篮 接着再完成了200次仰窝起坐 200次伏地挺身 250次蹲起 而到了周末除了常规的四小时 有球和无球训练之外 Jayson还会参加三到四场全场比赛 对手都是比他大两到三岁的球员 对于这种强度 他的母亲都担心是不是太过分了 而Jayson却说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爱打篮球 我想变得更强 正因为有这种态度 他早早在球技上 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然而除了球技之外 Jayson还有一项能力 远超绝大部分人类 那就是跑步能力 他11岁时100米就能跑进13秒内 2分22秒可以跑完800米 这是当时11岁祖别全美前三的成绩 而他4分50秒跑完一英里的成绩 甚至可以打破11岁祖别当时的世界纪录 那时一家西雅图的运动医学中心 为Jayson做了测试 他的最大摄氧量远高于普通的未成年运动员 甚至高过一些成年的精英运动员 让他在跑步时极具优势 美国著名跨篮教练 Mike Conlife曾指导过Jayson跑步 亲眼看到他2分22秒跑完800米 还是在训练了4个小时之后做到的 Mike当时说 我如果是Jayson的话 我以后会去先拿一个奥运田径金牌 然后再去打NBA 正因为11岁的Jayson又有不俗的球技 超强的跑步能力和极佳的工作态度 让他在同龄人中成为全美最强 上小学时便可以代表中学校队出阵 甚至在校队一队获得了不少的上场时间 可是在Jayson上高中前 他虽然球技出众 但身高在同龄人里属于矮小 8年级时只有不到160公分身高 让人们担忧 这位未来有望进入NBA的球员 会不会因为身高而胎死腹中 同时也在猜测 是不是高负荷运动量会压抑青少年的生长 还好在Jayson身入9年级高一前的那个夏天 身高长了超过15厘米 来到了175公分 这对于一位高一的空位来说算是合格了 这一年 这位高一生的Jayson正式成为校队一队先发 场均可以得到3分 而到了他高二赛季 数据完成了翻倍 来到了8分 并帮助校队拿到州冠军 接着他的高三赛季 继续将场均得分提升到了14分 并帮助球队未免了州冠军 因为其所在的加菲尔德高中 在华盛顿州属于篮球强效 而且队中有未来的NBA球员Jalen Noel 所以作为这支两年冠球队的先发空位 Jayson被著名体育媒体评为四星高中生 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对于他的期待 此时Jayson的身高为178公分 就有球探表示 如果他接下来能长到185公分以上 那么则可以在任何一所低万级别的大学球队 成为先发球员 可惜这件事情却没发生 在Jayson的高中生涯结束时 他的身高看起来定格在了178公分 但仍然收到了极左低万级别大学的招募 最终Jayson选择了长岛大学 开启其大学篮球生涯 在Jayson大学生涯的第一个赛季 他仍然很能打 31场比赛全部先发 场就可以得到11分 三助攻两篮板的数据 Jayson当时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他要在大学多打几年 带球技更加成熟之时 去挑战冲击NBA 可他在接下来的三年 居然完全没有任何进步 无论是球技还是球场数据 看起来已经到达了上线 接着在大学毕业后的2020年 Jayson参加了当年的NBA选秀 很自然的没有被选上 他也渐渐的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Jayson上一次出现在电视媒体上 还是前两年的Alan Show 相比起十几年前 作为一名天才少年上此节目 这次的目的居然是让主持人去猜 谁曾经上过此节目 相比之下实在令人唏嘘 现在Jayson其实并没有完全离开篮球 他没有选择去海外打球 而是成为了一名专业的体能教练 但这与人们在他小时候 对他的期待确实相差太大了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许178的身高 Jayson靠着优秀的球技 球伤和体能 可以在低万层级打球 但想要进入NBA 必须要在某些方面做到凤毛领角 显然Jayson的能力还不足以满足条件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 朱利安·纽曼 两人同样少年成名 同样在小时候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 也比同一人更早的脱颖而出 而成年之后 又同样因为身高问题 没能继续展现出统治力 最终进入NBA打球 但有一说一 身高178公分 可以在低万级别大学校队打上主力 而且大学四年间 砍价超过1000分 送出320次助攻 Jayson的实力 还是远色朱利安·纽曼的 兄弟们这一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